東方公園三十二項口公園預定地 長期遭到民間公司佔有多年 政府去年豎請拆遷 今年初完成了設計案發包 預計年底動工 而長期爭取新建口袋公園的市議員何淑平 親自宣布好消息 三十二項東方公園綠地的目前的進度 第一點就是現在都發處跟公務處 進行這個電線桿遷移的動作 第二點在十二月十號 將上網發包六百四十五萬的工程 第三點十二月十九號 將進行我們地上物的拆除 第四點我們六百四十五萬 是一期的工程 我們未完成的部分 我們在一百一十二年 我們會爭取城鄉風貌 結合新義國中 把它串連起來 來豐富我們的生活機能 以及公共設施 東方公園規劃設計 市政府第一期編立了六百四十五萬元 包括拆除建物 整地及綠美化工程 將分其施作 市議員何淑平八年來積極爭取 去年何市長林又昌到現場會刊 近來選舉期間 不忘錦丁進度 在一百零三年三月十八號的時候 淑平在市長總質詢的時候 有向市長爭取 就是把三十二項的這塊地 把它整建成一個綠地公園 那當時因為陸地上有陳租戶 他們要到一百零八年 租約才到期 那租約到期之後 然後這個陳租戶跟市政府又有官司 所以說等官司告一段落之後 市政府在一百一十年編列預算 編列六百四十五的預算 要把這整片的我們這個現在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 上面的地上物拆除之後 要在上面做一些綠地的整治 那淑平有跟市長來現刊 我們會針對現有的這個公車站 我們公車庭會重建 然後會改善這個排水的一些功能 然後會檢討附近的這個停車位的問題 還有就是學生學童的這個步道 然後會串連著就是往槓子寮砲台 以及這個月梅道路的一個 我們可以通往到他們這邊 也可以通往到這個重鎮公園的一個步道 把它串連起來 它不只是一個公園而已 可以跟整個的生活機能 以及解決我們附近的停車問題 目前都發及公共處正進行電感遷移 15號和台電會堪 現場有三根電感將進行遷移 這個今年度何議員也把他的配合款 這邊有支援這個公園的這個工程案 那其餘不足的部分市府也已經完成了 也找到足夠金費大概645萬總金費 所以這裡也謝謝議員對這個地方的支持 未來東方公園 右方錦鱗新一國中 未完成的部分 將在112年 爭取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經費 將以校園為何新串接 讓周邊的環境變得更好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好 好